我现在业绩我不筹 那你筹啥 我筹是资金 我是做火锅食材和烧烤食材的批发和零售的 我没有自己的品牌 全是从不同的厂家进的货 然后再批发到火锅店或者是烧烤店 相当于就是火锅店所有的食材和烧烤店所有的食材我都有 但是我 不用问了我都能把你问题解决了 就是你的上游是生产火锅料生产食材的那一厂家对吧 对 你从他们手上批发过来对吧 对 然后再卖给那些中单的做火锅的做烧烤的这一点 对对对 非常简单 你现在有多少个客户 有一百多个吧 一百个能不能把其中的70%或80%召集过来 召集到这儿吗 没有召集到你那里 召集我这里干嘛 能不能召集你那里 应该可以 一个名义召集过来召集过来 让你业绩翻两倍到三倍 我现在业绩我不筹 那你筹啥 我筹是资金 因为我从上游全是现金 下游全是 太简单了 那很简单收人家钱不就完了吗 召过来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交钱呢 你以为召过来请他们吃饭呢 我说了你能把这七八十个人搞过来 我就让你的业绩好 业绩好就代表收钱呢 你的业绩都应收账款 那叫什么收钱呢 那不叫收钱 让他们先交钱 然后我再供货 当然了 他们为什么先交钱 先交钱要好处啊 那不就好了吗 你们怎么付都可以 你们三个月后付也可以 价格是多少 你们今天付价格是多少 提前付价格是多少 不就好了吗 但是我们这个利润空间本来就很小啊 十个点 哎呀你能打进火锅链的食材 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打进嘛 火锅链 它用的旧食材和火锅料嘛 我知道我火锅链除了这个东西 还有很多可以赚钱呢 比如说你说旅游 不一定呢 那还有什么呢 不一定呢 对啊我们的焦点 不要老是放在你经营的那几个产品 如果你本身的产品利润在30%以下 其实这个时候 你应该把你的产品利润 再次80%让出来 不要了 因为我本身也赚不了太多的钱 确实 这个时候你要让他们把量全部给搞大 反过头来再去要求上远的火锅厂 给你让点 让利 让股份 对啊